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系统一 用科学标词重新照亮中国抗日战场 抗戏现代武器在中国战场的应用进化 抗设军事现代化系统的内部构造 1938年5月20日深夜 河南南峰城西东港头 国军第46师第275团第二阴 准备发动佛小冲锋 此前古军深入的土飞员二师团 已被切割分裂 部署在东港头的日军部59连队 第三大队 奉命为师团争取渡黄河备窜时间 必须死守 双方以最猛烈的方式断兵向尽 第46师的排阶杆 罕见地配上冲锋枪 我搬动枪机 射出一串冲锋枪弹 几名日军应声倒下 第46师 第275团第5连上市排斧 李勋手中的冲锋枪 压倒了日军的冲锋气势 第5连 一鼓作气成功突破日军阵地 冲进敌群 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白任战 东港头白任战中 冲锋枪堪称决胜武器 近日 冲锋枪是两岸影视剧最喜爱的道具 一听冲锋枪在手 主角以各种玄乎其玄的神勇姿态扫射 火蛇乱舞 敌人大片倒下 很是威风 然而 真实世界的冲锋枪 却被视为旁门左道的定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德军暴风突击队 是MP-18声明大造 他传入中国 这枚时尚新宠 是称白克门枪 吴佩福的福威上将军卫队 以白克门为门面 军卑赫赫 1925年 汉阳兵工厂试造白克门枪成功 南北各大兵工厂热情跟进 冲锋枪的亮点在高射速 一把重量只有4公斤的伯格曼枪 有单兵协行 能以每分钟250到300发的速度 发挥威猛火力 然而 看上去威武炫目的冲锋枪 战斗力却差强人意 上罚上试射 步枪弹发射出速 每秒810米 一旦打进人体 7.92尖弹在前胸开个洞 后背血弱模糊 撕开一大片 冲锋枪的迷你小子弹 只有360米 连泪都打不断 一个壮汉能连挨两三枪不倒 杀伤力非常低落 这个子弹它的威力 就在于它造成的窗口 手枪弹它小 源头初速也小 它初速小 它就会形成一个稳定的弹道 就这样出来了 如果是步枪弹 尖头的 它要初速大 初速大打进去 它的体内会滚 它遇到肉就绞肉 遇到骨头可以把骨头打碎 出来的时候是一大片 可是冲锋枪它本身 它没有办法采用军用子弹 冲锋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它是轻 它需要一个轻的连发的武器 它要把机关枪提起来 这是它最原始的用途 冲锋枪低落的杀伤力 跟它的发射源相关 尽管命名为手提机枪 但冲锋枪与机枪的连发原理 却大意齐驱 形象地说 机枪的枪管在射击时能活动 冲锋枪的枪管则是固定的 机枪射击时 枪管顺着后座力稳定后退 带动复杂的枪机 精密完成开锁 退壳 进弹 闭锁与机发 但冲锋枪 只简单依靠枪弹激发时 在枪管中爆发的高压气体 直接推动整个枪机后退 再以附近黄推回 早年称为药桶抵押 非常传神 但药桶抵押 使冲锋枪不能确实闭锁 子弹高速入塘时 经常尚未完全进入药室 撞针就顶了上来 将子弹激发 激发时若没确实闭锁 在高塘压中 高温燃烧的发射药 会造成惨烈的糖炸 为了降低糖压 避免糖炸 冲锋枪只能使用 威力低落的手枪弹 一发中正式步枪的 7.92毫米尖弹 弹壳含弹头 全长80毫米 发射要量3.06公克 而一发MP18的 原长9毫米卤格弹 全长29.69毫米 发射要量2.6公克 两种子弹摆在一起 步枪弹比冲锋枪用的 手枪弹长2.6倍 子弹 有弹壳 发射药 弹头 包括底火来 共同构成 当我们敲击底火的时候 引燃发射药 发射药 膨胀做工 被弹头推出去 弹壳拉长 你装药量多 你可不出水能量就多 出水能量多 你喷出你弹的能量就多 自然威力多大 冲锋枪的缺陷其实非常突出 因为它是用手枪弹的 所以它第一个就是射程很近 一般来说 它的射程是不会超过100米的 也就是在3 50米之内有效 第二个呢 因为手枪弹 所以它的威力是很有限的 杀伤力也就不是太大 一般情况下呢 也就只能够是在近战 也就是差不多就要到肉搏站这个距离了 二三十米的距离才能够发挥作用 如果是远距离 在正常的野战情况下 那冲锋枪的作用 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冲锋枪更糟的是 连续射击 准确度奇畅 枪械激发时 会产生很大的后作力 只是枪口上跳 精度变差 实际战斗中 冲锋枪能瞄准命中10米开外的敌人 以足庆幸 不能确实闭锁的冲锋枪 卡弹或走火是免不了的 冲锋枪的射速太高 在一分钟250发的高速射击中 只要一发卡弹 射手没能在0.24秒内松开扳机 就会炸糖 所以冲锋枪设计师 必须专门配一名枪掌 全神贯注 手耳并用 盯紧火力全开的冲锋枪 然而 白刃战士刺刀贴面直刺的近身肉活 枪掌 哪能在如此危险的战场 盯紧MP-18呢 远距离射击当不了机枪 白刃进战时 又有卡弹自爆伤人之语 冲锋枪因此很快被打入冷宫 为什么中国军队的当时不太喜欢冲锋枪呢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弹药消化量太大 第二个呢 就是中国国内不生产9×19毫米的手枪弹 再有一个呢 从战略上来讲 中国军队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 主要呢 是战略防御为主 因此呢 在战略防御当中 步枪和机枪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不是冲锋枪 1930年代 建军高层积极研发轻机枪 野战部队禽炼刺枪数 却不再理睬冲锋枪 1947年出版的军械情务评价道 船只我国甚早 仿造甚多 前层盛行使刑 视为冲杀利器 自军中 使用轻机关枪后 逐渐消失其优势地位 而被淘汰 MP18 使中央军倒进胃口时 沿西山却迷上了 汤姆森冲锋枪 1927年 太原兵工厂量产仿造 汤姆森的性造 手提式机关枪 大获成功 汤姆森触摸枪 以简易的H型避锁机 提高避锁效率 有效降低卡弹问题 又采用11.43毫米的 大型手枪弹 增加杀伤力 这种手枪弹 只要命中一枪 敌人就会失去战斗力 静随军的白刃战本领低落 刺刀拼不过中央军 大刀拼不过西北军 所以下苦功夫研究突破性的肉国战法 手创步枪上刺刀时 不关保险 并留一颗枪口弹的 飞刺刀巧技 飞刺刀只能在接敌时放一枪 冲锋枪却能连放上百枪 禁军对冲锋枪一见钟情 武兵连的连长 排长 排富 与各派最资深的三名班长 人手一挺 竞战火力 威猛难挡 1937年8月 张家口保卫战中 第211旅 第421团第三营 与孔家庄 与日军遭遇 在青沙战中 白刃激战 第七连连长鲁乐山回忆到 竟造冲锋枪与飞刺刀 使禁军在白刃战中 稳保胜利 北洋军曾经挚爱的冲锋枪 中央军为何忍痛舍弃 进战火力威猛的冲锋枪 为什么被迫上刺刀冲锋 备受冷落的冲锋枪 又如何成为抗日战场上 出奇制胜的兵器 唯武炫末的花纪棍 战斗力插枪人意 卡壳走火 惨烈炸糖 曾是冲杀戾气 后却面临淘汰 近战先锋如何起死回生 净造冲锋枪的火力虽然威猛 却无法持久 因为子弹工艺跟不上 这个缺点是伯格曼冲锋枪的 另一大实战障碍 塔姆森也无法改善 依据中央军校的兵器讲义 白克门枪采用50发装窝心弹鼓 一个装满子弹的弹鼓重达0.95公斤 全自动连发只能达10秒钟 必须另外增加人力抗弹药 MP18的制式弹药箱 每箱832发 箱重约12公斤 人力挑运以30公斤为限度 两个弹药箱 使全自动射击的理论时间 能够延续到7分钟以上 一把冲锋枪要向正常使用 必须射编三人冲锋枪 枪掌负责盯住冲锋枪不卡弹 轻装背一个子弹壳 射手扛冲锋枪与笨重的窝形弹鼓 另加一名弹药手 专则背两个弹药箱 中央军因此毅然放弃冲锋枪 改向发展轻机枪 严锡山却不甘心 尽造汤姆森冲锋枪 或另外编制枪掌与弹药兵 射手自己背上所有弹架 但汤姆森的子弹更重 一个装满20发子弹的长弹夹 全重0.594公斤 五个弹架就是近三公斤 汤姆森口径比较大 11.43嘛 所以就算美国的原装 它一般也就采用20发弹架 西方人的体格比较强壮一点 被这样的弹架都显得有些吃力 而我们这里尽造的时候 它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只考虑到火力的连续性 所以尽造的弹架甚至达到了25发 这样一来它的重量就更重了 中国士兵当时的身材 肯定比西方人要瘦小的多 所以背起弹架来是非常吃力的 一般一个士兵也就最多能够带五个弹架 再多肯定就跑不动了 因此冲锋枪上战场 打两三缩子就没子弹了 打光子弹的冲锋枪 在白刃战中等于废 于是为冲锋枪装上刺刀做 成为一种选择 在东港头以冲锋枪压倒日军 冲入敌阵的第46师李勋培复 手里的冲锋枪就是能上刺刀的 川造汤姆森 他与日军刚交上手 子弹就打光了 只好硬的头皮以冲锋枪拼刺刀 哈姆枪全长约81厘米 上刺刀约120厘米 而三八十步枪 上刺刀却长达166.3厘米 枪短硬是吃亏 一名日军端着三把枪 向我猛刺而来 我本欲先发之人 但枪比低短 说是持人类是快 日军刀锋已近我身 我急忙向左一闪 此刀从我右肘飘过 刀尖划破了我右下臂皮肉 我用枪托顺势横扫过去 日军眼快 你左手接住我的枪 用力一托 我顺势一压 双方都搅拾重心 同时倒地 在地上扭打成一团 那么我们中国古代党 就是有一句说法 叫一寸长一寸墙 本身汤姆森他作为一个冲锋枪 他的枪绳就是很短的 你加了这个持刀座 第一个这个枪绳长度还是不够 而且呢 这个冲锋枪的构造 它是为了连发来设计的 并不是为了考虑到今后的这个白人战 他整个握持都不是太舒服 你拿着这个上司刀的汤姆森 去跟三八去拼 那肯定是撑回他 李勋运气好 最后被一个力能双手 同时举起两个成人的机枪手 周天璐救下 他武器杰克造轻机枪 如闪电一般 抡起机枪左右开弓 顿时就砸死了六个日军 但是打仗不能靠运气 当不成白刃进战的利器 冲锋枪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旁门左盗 1931年颁发的射击教贩草案 只有步枪 轻机枪与手枪 没有冲锋枪的位置 然而 就是这备受冷落的冲锋枪 后来却成为抗日战场上 出其制胜的兵器 1942年 美援开始 美军提供大量冲锋枪 在印度整讯的驻印军 每个步兵班配发两艇冲锋枪 政府班长各一停 冲锋枪成为美谢部队的招牌 1944年春 驻印军反攻缅甸 汤姆森冲锋枪 在白刃进战中大显神威 在密之那 新三十师第八十九团第二营 与日军拼刺刀 日军按照批刺叫犯 关保险并上刺刀冲锋 第二营则以冲锋枪猛烈扫射 杀得尸横遍野 第二营副营长周玉蒲回一道 进战还是我军占优势 敌人用的是三八十 我军班长以上都配有冲锋枪 一匣子便是二十发 驻印军的冲锋枪 不怕浪费子弹 美军特重后勤攻应 部队打到哪里 公路修到哪里 一辆盗旗夭夭 二端轻型卡车 可以装载五万发枪弹 到了公路的末端 威力吉普车射越山野 一天来回运输 比得上一百个挑夫挑运一星期 在车辆罗马到不了的密林山处 美军开辟空头场 子弹源源不绝从天而降 有了充裕的子弹 驻印军的冲锋枪主宰了白刃战 日军没有类似兵器 白刃战一枪不放 单拼刺刀 常常惨败 在长期抗战中 中国将士以改良战斗的创意 使冲锋枪脱胎换骨 成为抗战的功训名枪 我们现在其实来讲 不是武器限制人 是人的生理天花板 限制所有武器发展 就是人体对于枪械的 最终精度的干扰程度 要远远大于枪械本身 机械造成的精度误差 同一把枪 你比如不同人打 传递到你身体上的后够力 是一致的 但是每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比如你熟练 或者是你肌肉能力够强 你可以把它稳定在一个幅度之内 第五军军长邱清泉 对冲锋枪情有赌注 他非常重视 俗称小战术的班牌战斗动作 看到冲锋枪本身的不足 和在战场上的窘境 他以实战经验 反复改良战斗法 经过细心研究 邱清泉为冲锋枪 创发出战斗新法 他以树枝等简易路障构成的路寨 迫使迎面冲锋而来的日军 胶着在阵地前 而后让冲锋枪在三十米近距离打火把 日军批次教我冲为优 但我军以路寨阻挡 使日军不能冲入我军阵地 第五军资重兵团第四营 第十二连连长张建昌回忆到 部署冲锋枪的散兵坑 滑在距离路寨一米处 使日军的三八式长刺刀 无法隔着路寨伤到散兵坑中的士兵 在路寨外十米则变射拉发手榴弹 增加阻隔力 当日军被简易路障阻挡时 冲锋枪开始从容打火把 这样当日军开始进攻的时候 装备冲锋枪的步兵班长 还有步兵副班长 就在阵地上指挥机枪射击 当日军直接发动近距离冲锋的时候 当冲到三十米的时候 距离阵地三十米的这个路障 被挡住速度降低 进推不得的时候 冲锋枪手才以点射的方式 瞄准射击 在三十米距离之内 消灭敌人 这样才能真正的充分发挥 冲锋枪的威力 近距离的准确的猛烈的点射 邱青拳为了节约弹药 发布训令 禁止冲锋枪全自动射击 一律调成半自动点放 而且需等来敌逼近才准开枪 冲锋枪发现敌人至五十公尺处 开始射击 如敌仅少数 每次只准点放三五发 如敌来猛扑 每次不得超过一个弹夹 张建昌连长回忆到 第五军的冲锋枪射击非常精准 在一次敌后侦察中 四名手持冲锋枪的士兵 与九个日本兵拼上刺刀 冲锋枪一阵急促点射 八个日兵应声倒地 每个人胸前都有两个以上枪烟 中国军人射击老手 经常可以两三发 两三发撩一人 两三发撩一人 你可能第一枪 会片场打到肩膀 没有致命 但你想打第二次的时候 他已经要么人倒了 要么他换位置了 就这个间歇 他就已经转移目标了 但你机枪两三发同时飞过去 他正好还有一个固有误差 因为人是呼吸各方面 他枪管都扰动了 枪管都扰动了 他有三发出去 他不一定是不去 钻一个眼 他肯定是一个散步出去 啪这三发 自然打上去 你打上哪说 打胸口都没了 对日本人的震撼是很强烈的 在谨慎自制的三发点放之中 冲锋枪克服了先天局限 成为抗日战场的杀敌戾 这与今日影视作品中的 冲锋枪不便以 威猛潇洒的全自动扫射 制造震撼观众的大画面感 并不相符 对于抗日战场的中国将士来说 影视剧中常见的冲锋枪 是一种奢侈的武器 在真实的抗日战场 豪迈的全自动扫射 是对冲锋枪的误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